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如何做一个漂亮的 有空间感的手臂运用 那我们在去跳舞当中 有很多的手臂运用 如果我的手臂过于死板 那这个时候呢 出来的效果就不是很好看的 那我们如果想要一个保持好的效果 必须要用我的胳膊肘 引带我的手臂向远 那胳膊肘需要经过一个90度的位置 扩充 然后再向旁伸直小臂手指尖 那我们运动起来也是一样的 2 and 3 and 4 1 2 Rumba里面的手臂的运用 因为很多同学 我看他们在跳舞的时候 大部分的同学 大多数都是在用小臂 去做一个这个力量的转换 那么让别人看起来 就会很多的注意力都会在手上 那么你们需要去感受到 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用后背力量而去带动 你们主动去引导的是 大臂胳膊肘的力量去引带 而产生扩张的力量 再去跟随小臂和手指尖 大臂和小臂手指尖 也就是说你们在启动的时候 不管是向里撞还是向外打开 它都会产生一个 大臂先引导 然后小臂去走大臂的路线 再去走 而并不是只走小臂 所以说连在一起就是 去大臂 大臂先引导 而不是小臂在这里活 好 好